一年一度的新冠杯籃球賽 在今年相當特別地增加了一項 別開生命的表演賽 由咱家鄉 李志強 何仲偉 曾曾球 等一票退役國手 和籃球記者們進行友誼對抗賽 這比賽結果當然不是重點 能夠看到這些傳奇球星 在球場上奔駛 便讓人相當感動 只不過這些老國手們 也有點感慨自己 真的有些年紀啦 他現在感覺就是還很愉快啦 打得很愉快 體能的問題吧 現在也是有點年紀了 一定要氣喘的過來 命中率才會比較高 你如果很喘的話 根本就投不進了 阿亞 槍哥 您絕對是太客氣啦 瞧瞧我們過往 被稱為灌籃高手的 斬家鄉 斬哥 這雙粉紅色球鞋 說有多槍言就有多槍言 還相當不吝嗇地 給予我們採訪商的建議 喜歡這樣本身自己穿得開心 然後打球開心就這樣 身體照顧好 我們其實常打 常一塊打球 其實有機會 大家出去都很開心 看到大家都健健康康 他們其實他們看的角度 還有看的東西 不要只有看攻守方面 可能還要看到他們心情 因為打球打得不好 或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那因為其實球員 他最需要的就是鼓勵 那如果你們記者 可以給他們多鼓勵的話 他們在場上拚勁的精神會更 斬哥您說的是 小弟一定銘記在心 也祝福各位前輩們 能夠長保健康 我們明年新聞盃 再次相聚以求會友 讓蕭老弟我 再次好好欣賞 傳奇球星們的風采 我來提訊文採訪報導